三仔, 你說今天會煲很有益的湯 是 為什麼要拿薯筋、大番薯回來? 不是, 你說這樣是番薯妹 這個呢? 芭蕉? 不是 疼你也來不及, 我說你是番薯妹 不是番薯妹, 兩件事 今天我們煲魚腥草 在這個時間喝就很辣 因為它有礦品、礦瓶毒 在這個時間煲就最棒了 有魚腥味, 放進去會不會腥味? 它名符, 名字叫魚腥草 是 當然有一點味道 但煲熟後會比較淡, 沒那麼緊張 對, 沒錯 這個你剛才所說的很像番薯 是 這個叫雪蓮果 是 雪蓮果對我們來說是很有益的 清除長度垃圾, 降血壓, 降血脂 都是很好的 這個我們稍後可以批皮 不批皮也可以 但生吃也可以 對, 生吃就像雪梨一樣 爽爽脆脆, 清甜的 你今天會煲什麼美糠給我們? 魚腥草馬蹄雪蓮果煲素湯 很棒, 三姐 厲害 厲害 今天煲的湯是齋子, 是嗎? 一點肉也沒有 會不會沒味道嗎? 當然不會, 全部都會有味道 甘筍有味道, 馬蹄有味道 南北杏也有味道, 有香味 果皮有香味 這個是竹蔗更加, 甜, 你知道 雪蓮果也甜 全部都甜 對, 唯獨這個稍微沒那麼多甜味 但真的有一點腥味 因為它真的叫魚腥草 很期待 對, 這枝竹蔗 你看看是不是很煩惱 這麼大條 其實我們買這些 它的甜味和香味是比較多的 對, 如果買一堆堆的 你自己就要聞聞它有沒有香味 才買, 是嗎? 回來的時候 我們自己洗乾淨, 只用它… 這裡有些折, 我們批… 我教你砍一次, 好嗎? 這樣 輕輕, 小心一點 輕輕像破柴一樣 是 破開它就行了 這樣 這樣它會比較容易出味 如果你不破它, 會比較難出味 還有這個雪蓮果 如果是…我不喜歡它的色 不要看它, 就刮掉了, 是嗎? 很容易刮 刮掉了 很容易刮 刮掉了 這樣一下子就要刀了 是嗎? 如果有人想保持皮, 用力量 可以的… 皮其實是有益的 但它有微微的結 刮掉了之後, 洗一洗 這樣就可以煮了, 是嗎? 水滾了嗎? 水滾了 水滾了, 好 水滾了, 你慢慢替我放粥裡 對, 沒錯 然後放其他 魚腥草回來是長的 這樣就要撕掉一段段才可以煮 這些魚腥草 很多外省人可以用來生吃 他們來做沙律也可以 好像見過 但輕出水就行了 好… 好像在網上也有看過 別人在河邊 他們摘完就會在河邊洗完它 就這樣吃 你看 但是如果你做沙律… 是我喜歡的味道 有點像泰國香草的味道 是 也有肚肚的薯筋的味道 又有一點薑的味道 但又不是薑的味道 草的味道, 又不是蔥的味道 是, 好 你繼續幫我放些甘筍 好 甘筍 我在這邊切… 我用刀切雪蓮果 你看到我這樣切就行了 不斷拌一拌, 這樣切就行了 你幫我放進去 好 那馬蹄的水也要不要嗎 不要, 馬蹄水也要 那果皮就放進去 果皮 有些人都會喜歡南北杏的味道 是 我們拍一拍, 輕輕地用刀背 它就會碎碎, 烈烈烈的 那就容易出味, 味道更好看 很好, 這個貼士 放進去 現在放進去, 等它一直滾 我們收小火, 煮45分鐘 冷、熱喝也行, 不用調味, 搞定 用南北杏煮湯, 三者就有一個秘訣 就是用刀背, 把碎碎 這樣煮出來的湯就會特別香 買竹蔗, 最好選擇蓮皮一大支 然後洗乾淨, 蓮皮劈開一截 之後再劈成口片 竹蔗的清甜味就會出來了